凤怡婷 冻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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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换换换了 墙上有蜘蛛网 朕一刹糊涂 拆 大门竟敢用绿色 不知道我喜欢红色吗 拆 结构没有创意 不够高端大气 拆 看什么看 长得这么抱歉 给我拆 陈下 还要拆 拆多少呢 破破烂烂 一点品味都没有 这种地方咱们能助人哪 来呀 把整条街统统给我拆掉 三天之内 把这里清理干净 我要干一座空前绝后的绝世连锁豪宅 可恶的洞卓 上次算你走运逃过一劫 前都长安又在祸害百姓 貂蝉虽是个女孩子 也不能看着恶徒无法无天 阿玛哥 我等你 长安现在被洞卓占据 水深火热 唉 我到底要不要出兵呢 快给我拿个主意吧 所谓寿死的骆驼比马大 冬卓虽然败了 但势力庞大 嘿嘿 又有天子在手 要十八路诸侯一起群殴才有机会 啊 单凭我们一路人马 那是鸡蛋碰石头 可是 雕雕送来的是血书 这么有诚意 我总不能不管吧 啊 主公 冬卓不可怕 可怕的是无双吕布 只需要一位绝世美女打入内部挑拨离剑 让他们两败俱伤 我们就可以渔翁得利 不费一兵一卒拿下长安城 话虽这么说 美女 又去哪里找呢 远在天边 尽在眼前 吊 吊蝉 我怎么舍得呢 是谁说的 您叫我负天下人 休叫天下人负我 打入内部 挑拨离剑 不 不 不 这种事情 打死我也不干 冬卓推倒了长安城的旧房子 盖了一座集吃饭 住宿和娱乐三位一体的豪华宫殿 还给它起了个优雅的名字 叫做凤怡婷 伯伯 等着利盖好了 我们父子俩会数钱数到手抽筋 这种好吃懒做的感觉 听起来真不错 都给我忙了一点 玩不了功 我一温钱也不会给你们 哪儿来的蝴蝶呢 走开 烦死了 不不 快帮帮我 义父 不要动 吕不在此 谁敢当我 义父 我不是故意的 因业务需要 凤怡婷需要招聘一批精英公园 我长得这么精英 不去试试太浪费了 我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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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待会一定会有很多美女 将军 面试试到喽 知道啦 去开门吧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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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开门就不就到了 怎么开门 太慢了 呃 哇 没想到场面这么壮观 哈哈哈哈 开始吧 将军 我就是一号啦 嘿嘿嘿嘿嘿 呃 长成这样也敢来面试一定不简单 呃 那你有什么才艺展示呢 呃 将军 我会唱歌 跳舞 还会舞剑 武剑 嘿嘿嘿嘿嘿 может 好齐了 快拿我的方天画起来 欸 啊啊啊啊啊啊啊 救命啦 啊啊 ڽ静了啊 啊 浪费时间 下一个 将军 我的厨艺很棒的 把手洗干净再来接我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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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到底是不是女人哪 吓死我了来人哪 关门 少爷 你一定要撑住我 这项任务实在简矩 我快撑不下去了 108号 貂蝉 果然是文明不如见面 连擦汗都擦得那么帅 出了一天终于有点看透了 将军 你武功盖世天下无双 我其实已经仰慕你很久了 你想表演什么才艺 我就为将军跳支舞 好好啊 快开始吧 我都等不及了 虎 蝴蝶 瞧瞧是神子 真神的 绝对是极品中的极品 精英中的精英 少爷 你怎么了 将军 我能被录用吗 从今天开始上班 又晕了 赶快报告老爷 是呀 险些忘了大事 希望你能原谅我 我也不想骗你的 可这是我的使命 动主 这次该你了 什么 少爷一身无意 撞得跟牛一样 怎么会晕倒呢 奇怪 什么人 弯弯的柳叶眉 睡旺旺的大眼睛 难道是仙女下凡 简直太漂亮了 小女子是来参加面试的 不小心迷了路 失礼了 姑娘 面试在那边 不要理他 美女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貂蝉 你叫我貂貂就好了 人长得漂亮又温柔 太棒了 貂貂 我是当朝宰相董卓 哇 原来您就是我的偶像董大人 真是霸气外露 英武过人 吊吊吊一直是您的忠实粉丝呢 那我们不如找个地方坐一坐吧 可是天色已晚 我该回家了 姑娘 小心迷路 还是小子带你出去吧 拿着这面金牌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凤怡婷的精英宫女了 真的吗 这里我说的算 以后就专门伺候我吧 明天就来上班 谢谢大人 我明天就来凤怡婷 我明天就来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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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哦 呀 呀 呀 hi hi hi. 自此貂蟬一箭双雕 成功游走在董卓和吕布两人之间 阿满哥哥 你怎么来了 到这里来是很不安全的 我 我也是因为担心叼叼你的安全呢 此地不宜久留 我们长话短说吧 叼叼 这段日子很辛苦吧 你看 你人都瘦了 就当减肥了 你打算什么时候行动啊 再等等吧 时机还不成熟 叼叼 你不会是因为那个吕布下不去手吧 才不是呢 动作狡猾奸诈 我好几次都差点露出马脚 怎么能说是因为吕布下不去手呢 放心吧 叼叼 我已经暗中调集人马 到时候我们就里应外合 打倒动作 真的吗 太棒了 我连做梦都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叼叼 开门 开门 糟了 是吕布 你 你 嗯 嗯 刚才明明听到屋里有人跟你说话 怎么我一进来就跑了 那人是谁 嗯 哼 哼 不不 我也不想得 哼 哼 哼 只好这样了 董卓 那就对不起了 啊 快告诉我 他是谁 哼 他 他就是 董大人 哼 哼 胡说 义父看见我 为什么要跑呢 因为 因为他想让我和他在一起 什么 他不知道你是我的吗 哼 董大人说 你是他的义子 哼 哼 董大人说 连命都是他的 你的一切 哼 啊 岂有此理 嗯 嗯 嗯 真相 不好了 有人进了貂蝉的房间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但已经一个时尚没出来了 哼 你也有此理 哼 快 召集人马 跟我去抓人 哼哼 这下有好戏看了 雕雕 让你受委屈了 敢欺负我的宫女 活得不耐烦了 雕雕不要怕 我来救你了 哼 果然是你 怪 怪儿子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 你是不是老糊涂了 竟然什么都要抢 你是不是疯了 这么大声跟我说话 看来是真的 难道就要打工构成了 乖 怪儿子 你误会了 我跟雕雕没有任何关系 我是你的义父 以后还打算把事业交给你呢 没想到你不相信我 我好痛心啊 真的吗 义父 对不起 嘿嘿嘿 不会吧 这样也能过关 嘿嘿 成功了 不行 绝对不行 丞相 我不是说了吗 在外人面前不要叫人家雕雕嘛 啊 对了 你刚才叫他什么 快说 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 我 我是听你这样叫的嘛 雕雕是这样吗 这个你教人家怎么说呢 快说 雕雕 你快告诉我 不行 这样下去 十早录下 布布 你别这样逼人家嘛 你不做 二不休 先下手为强 布布 小心身后 偷袭 不吃干儿 血jes 啊 一 义父 干得好 义父 你不要死啊 快吃 我 布布 你快走吧 宋侠的事情 öz を交给雕雕好了 啊 不行 吃东 雕雕 要走一起走 我们会幸福的 阿满哥哥失礼了 就这样 貂蝉成功地在吕布和董卓间挑起矛盾